俄罗斯宣布向叙利亚提供S300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之后 中东局势再度升级 复杂错乱的紧张局势升级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不少专家警告称中东地区形势极有可能成为引爆地 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事实上 不仅是被称为火药桶的中东 其他热点地区的擦枪走火也很容易转变为 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继而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以色列摧毁俄军工去的S300导弹 一二二十侦察机被击落之后 俄罗斯宣布将为叙利亚提供S300防空导弹系统 目前首批S300已开始供货 俄罗斯宣布增兵叙利亚之后 以色列高调宣称如果叙利亚S300开火将摧毁 全部防空导弹 以色列化虽然放得很 但实际上以色列并没有胆量这么做 由于目前俄军驻军叙利亚 到火之后的S300极有可能由俄军实际操作病 并入俄军S400指挥网络 以色列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痛打S300阵地 无异于直接对俄军开火 俄罗斯势必对以色列宣战 俄乙大战将迅速升级并演化为俄美大战 二美国和俄罗斯误判对方战略导弹发射 2017年底 美国卡内基研究所 发布了全球核政策报告 卡内基研究所的核政策报告对当前各个 拥合大国的核武器部署及监控进行了评估 得出的结论是当前各大国的天机红外预警卫星 不仅用于监控弹道导弹发射 还用于监控卫星发射以及常规导弹发射 相比以前天机红外预警卫星之用于 监控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工作模式 这种混合监控方式很可能导致紧张时期 防御一方的战略预判 最终由于误判引发核大战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并没有建立 与中俄弹道导弹发射互报类似的战略沟通机制 一旦有一方误判对方的导弹发射 将直接导致核大战爆发 三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全面战争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亚洲地区的最主要不稳定因素 两国边境地区时常爆发武装冲突 双方互有伤亡 而在核武器领域 国际观察组织提供的报告显示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核弹头数量在逐年增长 预计到2025年巴基斯坦的核弹头总数将达到250枚 届时巴基斯坦的核弹头数量将超过合法拥合的英国 成为全球第五大核武器国家 与此同时印度也在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的烈火系列战略导弹 由于两国背后均有大国撑腰 如果印巴爆发核战 毫无疑问将演变为世界性大战 4.伊朗核试验 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等国来说 伊朗进行核试验就等同于战争宣言 特别是以色列和沙特 曾多次放话伊朗 只要得黑兰方面敢进行核试验 这两国将倾尽举国之力将伊朗从中东版图上抹去 简言之 伊朗核试验之日 就是伊朗灭国之时 以色列绝对不允许伊朗拥合 同样为伊朗撑腰的大国 也不会看着美已将伊朗从地图上抹去 5.美国入侵伊朗 即便伊朗不进行核试验 伊朗也始终是美国的眼中钉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强调 不希望自己的第一任期内发生战争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彻底放弃对伊朗动武的选项 而一旦美国军事入侵伊朗 极有可能引发美俄大战并迅速发展为高强度战争 6.美国驻军太平岛 这个没有商量的余地 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我国不会做任何让步 这就是红线 美军如若驻军太平岛 必将吞下苦果 而是红线的问题 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感谢观看